Hello 拜拜 恭喜你 多謝 多謝 習慣這個稱號呢 現在開始慢慢習慣 一開始真的不習慣 因為人家叫了我 不知道人家叫我 好像沒有認人 好像沒有禮貌 那時候郵遊派利是 有沒有說今年派多少利是 或者是否預演一次 有沒有預演一次 但今年就預比平之前拿的 一倍 其實很有趣 因為我跟他之前都有各自派 利是 但今次真的每個人都要派雙峰 即每件事都要雙倍 但開心錢我覺得是要刪的 因為我們上次印的利是 都沒有用完 所以今次我們會用那個來派 應該是 夠用的話 是的 昨天老公拿了獎 心情他還讚你 不是說你親自選的衣服 令他撐贏了神山聰 是嗎 因為我沒有看到他的訪問 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但是 多謝他 如果他讚我 但其實我們兩個一起選的 還有Stylerless 給了一堆衣服 我們再選 所以其實都是Stylerless的功勞 然後他身材又穿得很好看 但你現在身材也很好 而且你穿了褲褲也很漂亮 那會不會之後會繼續 還是說我現在結了幫我放屁 那些 我怎麼會說放屁 當然不會 那個女生不會覺得自己放屁 那現在應該沒有去年那麼扯 因為去年真的要減二十磅 但我目標就是 今年一年裡面減五磅 來緊 那可能都是肯定一些身材 那希望慢慢來 今年就沒有去年那麼慘 去年真的 一頓薯條都沒有吃過 那所以就覺得 今年都可以放縱一點 有些節日 我好像聖誕節 我都有吃過一下 但是吃完之後 可能下個禮拜就會清淡 一個禮拜吃了東西 下個禮拜就清淡 這樣減 instead of 真的一點都不吃 這樣 但有沒有考慮之後 網上分享 這個你的特別餐單 一些新來紙 那些 因為都很成功 你真的很鼓勵 謝謝 其實很多網民都有訊息給我 就問我怎樣減肥 其實我覺得 我也很想去 在這方面 開一個頻道 或者拍片 因為真的 這一年多 我真的存了很多經驗 所以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但是看看 遲些可能真的會這樣做 因為接下來 我也可能會拍多些東西 是 拍多些東西 是自己的頻道 是 公司都會有些節省給你 什麼 暫時我計劃的東西 是自己的社交媒體 接下來 都可能會從團隊拍攝 所以其實都會 拍多些不同的內容 希望大家會 到 那 昨天 你就上台負責 這個 師弟 有沒有一刻 幻想過打開是馬明 那我相信 每一個太太都有幻想 這件事 那 但是 因為其實 她之前已經 拿了一個 是的 大馬師弟 然後我就覺得 嗯 已經安心了 然後 之後 那時候我就覺得 其實誰的老公 拿 我們大家都會 向大家這麼開心 因為其實五位都很難 做了很久 也都 每拍一部劇 都用很多心機 所以我覺得 大家都是 很值得去拿這個獎 然後 今次阿Mo拿 我也都替她 我們兩個都替她很開心 其實 然後 希望 接下來 阿蕭拿 因為阿蕭 差阿蕭沒拿 但其實阿蕭都很用心 拍攝 我和她都做過 做過一個 拍檔 我覺得她做戲很好 亦都很勤力 我覺得她都應該要拿 接下來 加油阿蕭 那 有沒有 我都會自己 來跟 文公司 請問一下 和阿馬明一起拍戲 好像陳出一味 那些 拍劇 我想我就未必想 因為我怕害羞 對著她 因為 我經常都覺得她很厲害 然後 我會很害羞 但是 如果拍 如果拍攝 那我覺得OK 因為我可以做回自己 那我就會OK 所以 如果拍節目 或者去旅行 我們還未去動物園 看看公司會不會請我們去動物園 那她說什麼時候 因為馬明好像都說她的行程很猛 我想 真的就算有空 都要年中 但是年中 我又有兩個婚禮要飛 有些朋友要結婚 所以就變成我好像飛得太多 我自己也不想飛得太多 所以到時再看看 還有我們 其實想看北極光 北極光 北極光 年中就看不到 所以都要等下年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